以为又有官员来 反科纲学生错为真房车 敲打车窗玻璃 不让坐车前进 跟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 爆发拉扯 有反科纲学生在拉扯中 声称受伤 林冠华亲身 学生们情绪激动 不过这样的遗憾 谁造成的 网路上也出现不同声音 莱银青联团定调反科纲学生 代表亲身是政治力介入 所造成的悲剧 更在脸书上公开要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面道歉 我们真的非常遗憾 的确是有些 我们认为不应该 在过程中不应该的介入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不起 北社的大人们 你们为什么没有告知 这些年轻的孩子 他们在利用这种未成年的年轻人 在帮他们做 他们想要达到目的的事情 亮出了悲剧之后 还故意流一些所谓鳄鱼的眼泪 民嘴们不愿点名 但国民党上到下 炮口一掷 执意让孩子站上社会抗争第一线 就是提供支柱的民进党 我们的执政者到现在 都还不愿意做正面基金的回应 让人也感到非常失望 年轻的学生 因此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然让我们做大人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人在台南的蔡英文 质疑马政府太消极 才折损一条年轻生命 如今反克纲 反出人命 秦大荣誉教授李嘉童满事不舍 我对于教育部的建议 他们也没有听 我也没有自杀 你想想看 你这个学生 如果我们政府就照你的办法做 那万一对方怎么办呢 对方他也会反对 那不是闹得没完没了 李嘉童语重心长 呼吁学生们要理性面对这一切 克纲为条的是是非非 都有讨论空间 千万别轻易赌上性命 让所有爱你的人伤心难过 建议那我们的参议方台北 采访报道